暑假期间不少民众喜欢到水域来细水波近期 频频传出有学生溺弊的案件 所以疫情期间有将近6成5的学校 在台中游泳课是停摆的 不过教育局也强调了 下学期会和家长达成共事安排课程 全力来提升学生的水域自救智能 暑假到来随着天气逐渐炎热 总会想要安排水上活动到游泳池或水域环境游玩 不过近期不断传出年轻学子逆弊事件 像是古关就有一名16岁高中生在深潭汽水逆弊 学生水中自救的能力令人堪忧 还是不太会游泳 基本的会啦 但是如果要进一步的话 可能是还是要专业的教练来指导比较快 实际上街询问民众 自己的孩子普遍大多不会游泳 根据福布斯营统计 台湾在2021年有291人因意外逆死 其中18岁以下 而少主要死因事故伤害 包括逆死交通事故等 逆弊成了第二大死因 占了16% 闲尖校内游泳课更是不可忽略的课程 我们原本是有规划要在暑假实施游泳的课程 那因为刚好在调查那个期间 就是疫情正在上来的时候 所以有一些规划就没有办法如期的去参加 所以原本预定的人数有比较少 所以我们有的已经规划就是往后延后这样来实施 由于近两年来疫情肆虐 家长对于脱口罩有疑虑 因此有将近六成五的学校未开课 都改为水域宣导作为教材 教育局也指出疫情期的开课率是达到八成 若是遇上校内没有游泳池 市府强调会全额补助偏远学校经费办理 市区学校则是补助四到六成 教育局每年除了自行编列预算以外 也积极争取体育署经费的益助 来协助学校推动游泳教学 对于设置有游泳池的学校 会要求教授游泳课程 没有设置游泳池的学校 则会请学校依据课程以及结束 规划到临近的游泳池来办理游泳教学 此外教育局也持续地要求学校 要安排水域安全或自救宣导的活动 以提升学生水域安全的知能 暑期才刚开始 水域活动仍要评估自身状况再做选择 教育局也呼吁请到合格有救生员的水域游玩 至于下学期游泳课 会与家长校方达成共识 再进行安排课程 Tight. arrives in here